這個月九號新北市東北角的瘋狗浪事件 奪走了八條寶貴的性命 引起外界高度的關注 事發的第三天 觀光局長謝衛軍帶著專家學者 重回事發現場會刊 陳大教授高家俊直說 這是百年難得一見的瘋狗浪 但是事前其實可以預防 不過是否要在東北季風盛行的時候 關閉步道或者是採取什麼樣的配套措施 觀光局都還沒有做出最後決定 海浪不斷拍打礁石 漸起的大浪讓人看得膽鑽心驚 就是這裡的瘋狗浪無情的 捲走八條寶貴的性命 事發第三天 主管單位觀光局長謝衛軍 重回現場勘察 3.5公尺的最高度 它越過它又高兩公尺上去 才從上往下衝下去 看距石上留下浪花的痕跡 不難想像大自然的威力有多可怕 這起瘋狗浪奪命事件 看在專家學者的嚴厲 是百年才會遇到的天災 但其實能夠實現預警 學理上其實是可以做一些預警 那對於這種來的長浪 那什麼時候到 那大概有多少 那這個在理論上都是做得到的 其實這一次是完全是天災 這個天災老實講 這個是百年一遇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提供這個瘋狗浪的預警 但是你要說預報 這個全世界是做不到的 特別在冬季 東北季風強烈 海向變化莫測 受海焰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最強的浪可達12米 幾乎就是7層樓的高度 發生這次的奪命意外 觀光局長謝衛軍也為東北角管理柱 做了說明 那他趕回來這個管理處的時候 應該是時間上我還要確定 應該是應該是7點多了 那個在公計的時候 他也就是這個會同 我們觀光局的這個張副局長 還有交通部的這個販次長 到現場去去做公計 踏上軍時救難教練說明 事發現場礁石崎嶇難行 海風強烈 但未來還會不會開放海邊步道 或是安排怎樣的配套 讓意外不會再發生 就等觀光局給個滿意的答案 雲南TV 林志軒 新北市報導